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冠名 鸭子 第353章 喜气鬼的必杀 这枯木本想发火呢 但看那分尸鬼在旁边 阴侧侧的盯着几人 手中又白光闪烁 不由无奈 头上顶着那张破网啊 迈不往旁边走去 范冲一耸间 来到了院子中 抬起手给自己照了一张拘婚网 随即对分尸鬼一招手的 来吧 咱们俩单挑 他现在算是发现了 这拘婚网不光能用来捉鬼 防身效果也不错 鬼魂的攻击招数 貌似无法伤害到这网 既然这样 那就足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死不了 那就什么都好办 那分尸鬼冷哼一声 你以为这样就无敌了吗 以你现在无常级别的此能力 倒是能勉强挡几下 可惜你坚持不了多久的 范冲当时又握了一个操 你居然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级别的能力 别说是你这种踏入无常史门槛的小角色 就算黑白无常见到我 我也可以全身而退 准备接招吧 两道白光再次从他的手中闪除 却转瞬间就分裂开来 眨眼的功夫就化作了漫天的刀光 如星辰坠地一般骤然的爆发 卧槽天女散花啊 范畴小惊讶了一下 自己居然有拘魂网护身 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把刀光弄成碎星一般 看样子已经可以穿过拘魂网的缝隙了 难道再来几道拘魂网吗 还是一记破凡诀呢 貌似都不怎么合适 这拘魂网再多也有缝隙 破凡诀虽然威力巨大 但用火箭炮去打萤火虫 明显是个愚蠢的想法 范畴原本以为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没想到这分尸鬼居然是个武林高手 还没正式交手呢 立刻就找到了自己的破绽 这来不及多想啊 范畴脑中闪过的几个念头 都觉得不妥 只好再次取出如意金波 想用这东西把分尸鬼的刀光收起来 虽然不如不只管用不管用 但也只能试试了 说是迟那是快 如意金波刚刚取出对准了前方 那漫天刀光就到了身前了 但让范畴傻眼的是 如意金波是毫无作用 那漫天刀光全无视如意金波 眨眼就袭到了进前 只要穿过拘魂网的缝隙 一瞬间之后 范畴就被当场碎尸 妈的倒是都用大招了 误命休矣 范畴脑中闪过的这个念头 再想换招来不及了 上官在后方一声惊呼 想救援也来不及了 枯木已来到一旁 见范畴取出个如意金波来对付分尸鬼 只好奇那是个什么法宝 范畴就已经遭遇了危恶 只怪那分尸鬼出招太快 基本上只有一次反应的机会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 范畴也没办法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拘魂网上 那漫天的刀光近身 他下意识的一闭眼睛 按道阎王爷在下 我这可是帮你小舅的办事 都他妈是自己人 你千万别收我呀 就在他闭上眼睛前的一刻 眼前却忽然掠过了一阵疾风 随即一团红影一闪 那漫天刀光就突然不见了 范畴盲睁开了眼睛 就见前边站着一个满身红衣 袍袖浮动 正把那刀光尽数的收入了袖中 哎 西哥 西哥你终于来了 来的这人啊 正是喜气鬼 他没理范畴 红袍在夜风中是烈烈的舞动 指着分尸鬼冷声道 你难道还想再被关上上千年吗 分尸鬼缓缓收起了刀光 凝目看向了喜气鬼 千年又怎样 你难道怕了吗 没错 我怕了 我更厌倦了 我想换一种活法 自由自在 堂堂正正 难道你不想吗 杀人难道真的很有趣吗 哼 没错 那是我的乐趣 就像你需要不停奔波在藏里线袭 我们要生存 仅此而已 你既然有本事收了我的刀 不妨再来试一试 分尸鬼眼睛微眯 双手一扬 历时又是两道白光出现 分尸鬼冷冷的看着喜气鬼 论打架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喜气鬼满不在乎 不错 我打不过你 不过 我的手段 你也可以试试 说着呢 喜气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那原本喜气洋洋的脸 突然就变成了一张哭丧脸 下一刻居然嚎啕大哭 声音凄惨怨毒 痛不欲生 哭天抢地 是悲悲怯怯 就像全家死绝了一样 那个凄凉劲 连范畴看着都忍不住的 想跟着一起哭了 你说你昨晚你还好好的 今天你说没咋就没了 上官和枯木都懵逼了 这怎么个情况 那喜气鬼的哭声一起 他们就愣在了当场 不知怎么着 背着悲怯之声是勾动心肠 煞时之间 在许多年来 所有的悲伤尽数的浮上脑海 顿时举只觉得人生凄惨 料无声趣 天地间仿佛一片悲风 丑雨 竟然也跟着喜气鬼一起 坐在了地上 泪水止不住的流淌而下 你说你昨晚你还好好的 今天你咋说没就没了 范畴初时也差点跟着哭 要说这悲惨 谁能比他惨呢 幼年丧母长大了丧父 唯一的妹妹失散 日子过得清苦而又单调 都25了 还是个老处男 最近一次跟异性亲密接触 还是年前在公交车上 被一个妹子贴在了背上 随着公交车的颠簸晃来晃去 结果下车就发现钱包丢了 不过喜气鬼显然是有差别攻击的 悲伤了片刻范畴就恢复正常 愣愣的看着上官和枯木在那抹眼泪 又看着分尸鬼站在那表情木然 目光呆滞望着天 似乎也回忆起什么伤心的往事 虽然没有流泪 但满面的愁容 良久他缓缓仰 天长叹 难难道 生有何患 死亦何苦 我既然不想死 有何苦害人去死呢 你别哭了 我愿意忘掉这一切 去开始新的生活 范畴不仅惊讶 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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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勾魂无常厉害 但恐怕勾魂无常的勾魂 射魂功夫 对付这分尸鬼都未必有这么大效果 怎么喜气鬼这么坐地一哭 把分尸鬼哭的都改成龟邪 重新做人了 喜气鬼哭声却没停了 坐在地上哭的是一把鼻涕 一把泪 嘴底是刀刀咕咕 就像一刚死了老公的小媳妇 转瞬又变调了 变成一个老妇 来哭伤老头了 然后又变成老者 痛哭早适的儿子 世间是种种的悲情 在他的悲伤痛哭中还原 范畴虫虽然没有受到他的直接情绪攻击 却受影响了 慢慢的也开始眼中含泪 忍不住想和他一起大哭一场 哭个痛快 分尸鬼呆呆愣愣 又是一阵愁然神伤 他忽然抬头对哭怒说着 千年前我作恶脱团 被盗门局舍为供 最后关头 我就被这七星剑锁伤 才落了个神魂差点消散的命运 不得已被关进地府 苦癌万般刑罚之苦 现在想起当年所为 才发觉原来我死一万次 也不足以抵消 你就用那七星剑再杀我一次吧 哭目虽然听得见他说话 但早就哭得老泪纵横了 鼻涕一把 流出力是多长啊 眼睛跟着水蜜桃似的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伤心事 对分尸鬼的话竟然 置若未闻 上官想必年轻 没那么多伤心事 虽然哭的是梨花带雨 抽抽七七 分尸鬼的话倒是听清楚了 于是边哭边推哭目 师叔 你别哭了 这恶鬼说了 让你去捅他 说着他顺手摸了一把鼻涕 在枯木身上 枯木见他说话了 也抹着眼泪道 师叔太伤心了 哪有力气 不如你替我去捅他一切 师叔 你是修道之人 哪里来那么多伤心事 哭一哭就好了 你先插他一键 一会儿再哭也不吃 枯木摇头甩了一把鼻涕 不行 我好不容易哭这一次 你是不知道 我想你师父 那范畴在旁边 听得吃咧嘴呀 这枯木还他妈真重口味啊 灭绝师太他都敢见你 难怪听对上官这么照顾呢 想必年轻时候 这枯木小道士跟那灭绝小尼姑 还有一段非常难忘的故事 上官是边哭边摆手 我师父 早已断绝尘 师叔你想一想就好 千万别说出来 既然你不愿意出声 那就我来 他亮亮枪枪挣扎了起身 捡起枯木刚才丢在地上的剑 歪歪斜斜的朝着分尸鬼那边走 分尸鬼面色绝绝 望着他手提利剑走向自己 只是滴滴烫气 上官来到分尸鬼身旁 哭哭啼啼的提起了七星剑 缓缓往分尸鬼的身上刺 却在那剑即将刺入的时候 喜气鬼突然来了个高调 用力锤力的喊道 你这爱千道的 就这么抱歉我们孤儿寡母 你说何咋活 饭愁身上刷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上官冷不听听这一嗓子 哇的一声又哭了 手伸一软再也刺不进去了 身子不住的颤抖 垂手站在那儿哇哇大哭 饭愁只觉得场面是太诡异了 有些哭吧 哭笑不得 你说再也受不了了 他快步跑过去 从上官手上拿过的七星剑劝道 你别太伤心了 慢慢哭 来我来捅他 说着他挺起的七星剑 顿着飞尸鬼的喉咙叹了口气道 不好意思 去死 第354章 七星剑 饭愁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手上也犹豫了一下 虽然这是个恶鬼 但你拿着剑抵着他的喉咙 再一键这么刺下去 而且这要是没点胆量和勇气还真是没法做着 这简直和杀人没什么分别 不过他只略微一迟疑 也就两三秒 终于还是下定决心 一剑刺了下去 用掌心雷劈死他和用剑刺死他 其实没什么分别 反正他是鬼 是死的 不算杀生 他这一剑下了去之后呢 感觉就像刺住了一团棉花糖 软软的 毫不着力 随即 范畴就觉得有些异样 手中的剑就像陷入了一个泥潭 刺是刺进去了 但 他刚想到了这 分尸鬼突然冷哼一声 原来是假的七星剑 真是失望 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必死了 除了七星剑 世间再无配杀我的兵器 习气鬼 算你厉害 世间大悲大哀 竟连我也抵挡不过 但你们这次机会错过 我们后会有期 分尸鬼身体忽然朦胧 有如一道水波浮动 转眼间就不见了 范畴愣愣的看着夜空 分尸鬼已经彻底消失了 手中七星剑 却突然变得像有千军众 再也握不住了 当狼一声掉在了地上 摔得是寸寸皆断 喜气鬼还在那里嚎头大哭呢 范畴走过去 抬脚踢在他的屁股上 别哭了 人家都跑了 你哭个毛啊 谁知喜气鬼 不知是太入戏了 还是控制不了情绪呀 一连白手大哭 又抽气了万天 才缓缓停下来 却仍然是卑卑怯怯 站起身 看了看周围一跺脚 你们这群笨蛋 怎么让他给跑了呢 不怪我啊 他都要自杀了 谁知你这七星剑是个水货 他说咱们就这一次机会 错过了就没了 大爷 你这什么七星剑 地摊买的 太坑人了 枯木在喜气鬼停止枯声之后 却还是坐在地上 仰头望着夜空 大概估计是在想着灭绝失态 半想是常常叹了口气 都 哎 无所谓 我也不知这七星剑是真是假 碎了就碎了 他似乎心灰意冷 对世间一切都不在意 范畴无语了 西哥 你惹祸了 好好一枯木道掌 被你快弄疯了 你赶紧给恢复过来 喜气鬼一耸肩 跟我没关系 那是他自己有心魔 你看人家就没事 说着他一直上官 范畴一看上官 果然已经没事了 只是望着夜空有些发赖 见范畴 喜气鬼看他回过头 人人都有心魔的 只是看你能不能克服而已 那个 什么分尸鬼 真的已经走了吗 他这次走了 下次还会再来的 不过听他的意思 我似乎在无意中 破解了他所中的什么禁止 而他正是因为这个禁止 才受人所控制 我只希望以后 他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 也能记住今天的教训 喜气鬼一摇头 那是不可能的 鬼之所以成为鬼 都是因为心中有执念 为了那个执念 才能存在 就像我 为了吸收葬礼上的微伤情绪 分尸鬼存在的执念 就是为了杀人 如果没这个念头 他就会消散 所以你觉得他能从此不再杀人吗 哦 我明白了 有的鬼魂因为有心愿未了 所以才会滞留着世间 心愿完成之后 再度过超度 就会回到地府轮回 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你们这些鬼魂 其实也因为心愿未了 才会有执念存在 如果执念散了 魂魄也散了 可是这样 没错 所以你就不要指望 他不会再杀人了 下一步 更是要提防他大量杀人 因为今天他心中的执念 已然动摇了 为了持续维持这份执念 恐怕他会变本加厉 变本加厉 哎 西哥 如果这样 那怎么防啊 防不胜防啊 他前世就是个冷血杀手 差不多算是个杀人恶魔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他下一步做什么 谁能知道啊 那倒未必嘛 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诡计可循 鬼也不例外 而且鬼魂的行为呢 更单调之间 只要稍稍想想 就会明白 鬼机 哎 鬼 哎 我想出来啊 按常理来说 他下一步应该会去报复之前控制他的人吧 没错 跟我想的一样 我也这么认为 总之 既然他被人控制 心中一定集合那个人 下一步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回去报复 那么 这个人会是谁呢 上官嘴角露出了一丝笑 哼 说不定 让我们头疼的难题 反而会因此而解决也说不定 让他们狗摇狗 自相残杀 没错 说不定明天早上的头条新闻就是 地缘堂满门血案 上官一摇头 你想的太简单了 我的意思是 他们可能会自己斗起来 但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要知道 他们既然能控制分尸鬼 那就一定有可怕的手段 说不定 分尸鬼日子回去 还会再次被人家控制 卧槽 那又这样可就倒了血霉了 不过很奇怪 这地缘堂到底什么来历 为什么这么变态 不管了 走一步看一步 我们先去解剖室 里边还有两个麻烦 等着我们去处理呢 没错 走 咱们快点进去 不要再发生变化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缚者的货 第353354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稍坐休息 一会儿继续播讲 咱们再次会儿 再次我们下今日は 再次看